秋冬种菜除了各种喜凉野菜 还有不少品种可以丰富我们的菜园子 今天我来做秋冬育苗 并分享我家秋冬菜园会有的菜品供大家参考 秋冬菜园必种的第一类是我的最爱 豆类主要有两种 豌豆和蚕豆 八区以下的朋友们如果没有暖棚 可能早春才能种 豌豆 屁不光可以吃豆莢 豆子 还可以吃豆苗 全身都是饱 品种很多 像我们常说的荷兰豆和雪豆以及甜豆 在10到25度都是非常容易生长 我去年种了两茬 一次9月底一次12月都比较成功 即使我的后院在冬天阳光很少 你们有条件就种在光照多的地方 产量会大大提高 其实秋冬菜都应该种在光照时间长的地方 不应该像天热时那样避阴了 豆类育苗可以些泡水一碗 也可以直接入土 蚕豆也是我每年秋冬的必备品种 现在冰箱里还有两袋冻豆子 种植可参考我的相关视频 去年我种了三茬 在我家表现最好的是11月初种下的那茬 所以今年只会种一茬 时间上也合理 不影响春夏播种 我会在10月初育苗 第二类是金干类 包括蜗笋 红菜苔和芹菜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没有遵循严格的科学分类 仅是为自己归纳方便 蜗笋必种 蜗笋洗水 冬天刚好是我这里的雨季 如果你那里气候类似 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今年我得到四种种子 青肉蜗笋 园叶沃笋 长叶沃笋 以及中国超市买的种子 前三个是朋友分享的 最后这种表现本就不错 今年要对比看看哪个最喜欢我家的环境 红菜苔清甜爽口 营养丰富 是日常饮食中很好的调剂 它洗肥洗水很容易长 抽苔后10厘米以上就可以采摘 保留至少一片叶子 就能鼓励更多菜苔生长 芹菜春夏在我这里很容易开花 秋冬就很省事 我前几天直接撒了很多种子 在地上已经出苗了 但成活率并不高 我还是把它移在育苗盒吧 因为我依赖自动浇水 小苗应该保持在深润的土壤里 两三天不浇的话很可能就干死了 这也是我大部分秋冬菜都会育苗的原因之一 另外的原因当然就是 现在地里还都是满满当当的 第三类我称作地上的肉质跟筋类 有大头菜、儿菜、榨菜等 其实莴笋也可以归在这一类 我去年成功种植的大头菜Carabi 也有人叫撇蓝或且莲 今年我还会种紫色的 在我这里很好伺候 收获后能存放很久 可以揭查佛手瓜来吃 这一类中我今年新尝试的是儿菜和榨菜 它们的主要区别就是儿菜会生出很多儿子 而榨菜只有一个独头菜 两种菜味道不同 朋友说会长很大挺占底的 我应该不会种太多 尝试一下明年再说 第四类相应的就是土下根筋类 包括萝卜、洋葱和蒜 今年打算继续在盆里种胡萝卜 好吃也省事儿 在地里种容易畸形 樱桃萝卜在盆里地里都没问题 至少可以种两三茬儿 而其他的萝卜在我家表现一般 也不是特别爱吃就不种了 萝卜最好直接到位不要移栽 我打算等这一波热浪过了再做 洋葱和蒜必种 几乎不用管收获就很好 特别是蒜 在我这里太热不能吃蒜苔 但是蒜苗和独头蒜都非常值得 最后也可以长成大蒜 我这里现在种还太早 10月中下旬再行动吧 第五类花菜类 其实我很享重 但大部分品种在我这里表现一般 因为温度不够低 难截球 只有这种Snowball白菜花表现优异 因为我家里阳光不足 也需要过一阵子在育苗 早春才能收获 最后一类就是 喜凉耐寒的蔬菜中的主力叶菜类 太多品种可种了 就挑自家喜欢的吧 Kale是我一直推荐的 我试过好几个品种 Premier Kale, Blue Curl等等都表现不错 今年也试试这个红色的 苦菊也是必种 我这里有两个品种 黄色的是新买的 生吃非常好吃 试试吧,你不会失望的 生菜不用说也是必种 这两种都需要注意防止鼻涕虫 其他病虫还比较少见 各种颜色的塔菜,青江菜等等 可以拼出高颜值菜地 想这样往外也挺好 我春夏时把这些种子都收在了一起 现在直接混在一起育苗 等长大些看出颜色形状再分苗排列 另外还有芝麻菜,菠菜等等也好种好吃 还有香菜,只要不热就不会开花 至于雪里红,红蒿等今年做备选 没地方就不种了 最后当然少不了我家绿叶菜主力 新西兰菠菜和牛皮菜 每年都自生自长 完全不用操心育苗 还有别忘了冰菜,秋冬种史内 又高产又干净 大家看我现在育苗都是在小盒子里 等长大些我就会分苗到单独育苗盒 具体做法请参考我的育苗法 像这个早几天育苗的白菜 它们会一直在育苗盒里长到足够大 我才会移栽到地里 秋冬种菜需要知道自己所在耐寒区的平均最低气温 以及第一个双冻日 参考我在屏幕上列出的成熟时间和最低温度要求 以此来评估它们是否可以在当地生长 基本上即时洗凉的蔬菜 在林下都很难长好 哪怕抗冻品种也只能忍受较短时间的林下几度 所以最终需要根据当地的大气候 以及你的小环境来决定自己种的品种 秋天育苗的出芽速度比春天快很多 这是一个星期之后 出芽率都很不错 现在需要注意的是气温还比较高 幼苗容易徒长 所以最好注意避婴 你开始育苗了吗 祝大家秋冬菜园也能繁茂丰盛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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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